回到第二節 這次我們講一些其他國家的貪科技發展 中國那邊我們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說他們計劃在2035年的時候 在月球的一個洞裡面 那個山洞裡面建立基地 那這個不是很偉大呢 那大家都預計了 你想一下 綜合我們先前講過的發言 不僅是來自中國的發言 而是來自美國的發言 你想一下Artemis 的任務 搞了這麼久 現在是不得了 但是目標就是希望再探望月亮 就希望去找一些月亮上面 尤其是在南極和北極的位置裡面 看看有沒有水的資源 以及透過觀測 我們知道一些似乎是溫度比較穩定的地方 從這裡我們可以直接推測到 建立月球基地這件事可以提上日程 即是美國公佈了 我們在月亮上面找到一個地洞 裡面一直都是攝氏17度的 正 誰先去就誰先去 而且應該不止一個地方是這樣的 應該有其他地方可以這樣 所以你說那種 由月球建立基地那種競賽 我覺得大家不說已經開始了 不孫而戰 這件事情 那大家就要扔錢 那不要緊了 我們看看2030年來的 也不是太遠的 2030年來的 我們一定看到 另外一個就是 是否好像中國都燃蓋太陽黑子 不止太陽黑子 我們知道 如果中國對於任何 即幾乎所有的月亮任務 都是用常鵝來命名的 差不多都是 應該這樣說 不可以不可以只是說常鵝 所有你想到 即是他試過用肉套 總之就是和中國 和月亮有關的神話傳說 都會用來命名中國的那些太空任務 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其實你就算西方的任務 他都是拿起聖劫神話來命名的 對於太陽的任務 他早前還在招聘 邀請大家去命名這個任務 基本上大家都想到 你如果和太陽有關的中國古代神話傳說 後藝射日 另外就是什麼 趴附追日 是不是 這次大家都很明顯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雖然不是有些東西 去準備射向太陽那裡 所以這個任務 不會叫做後藝的 但是如果那個任務 是純粹放一些照片去看 追著太陽來看 那就跨附追日了 所以大家都不用邀請 大家都知道 你一定是選擇跨附來做這個任務的名稱 的確是這樣的 我們有些叫做Solar Observatory的作用 是看著太陽 我們以前都說過 有一些比較出名的看太陽的任務 其實在地球都有 因為地球很容易看到太陽 但是如果我們想排除大氣的影響 大氣的影響是什麼呢? 它會將太陽的風暴擋開 擋開了 然後去到南北磁極的位置 我們就看到南極光 北極光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想看到 這些未受地球磁場干擾的 這些太陽磁暴 或者那些太陽風 就要射一些東西 上太空去看太陽 然後最理想的位置 我會說是其中一個拉格朗日點 在地球背部背著太陽的拉格朗日點 我們現在就已經放了 James Webb Telescope 拿來看外太空 但是如果我們地球面向太陽的 第一拉格朗日點 最好就用來擺一些觀察太陽的東西 但是這次中國的跨戶任務 就不是擺到那一點的 我們有東西是擺到那一點的 但是這次中國自己獨立開始的一個任務 就是擺在一個比較近地球的軌道 它近了一個地步 剛剛避開了地球的大氣 但是還是有地球磁場干擾之下 但是我們足夠看到太陽 比下來的那些磁力的風暴 幫我們搜集太陽的資訊 那麼這個跨戶任務 基本上就是 講得簡單一點 就是一個圍繞著地球轉的一個太陽望遠鏡 我們看的東西 不只是用視覺的電磁波來看 我們也感受到它的磁場的變化 所以都是一個相對來說 比中國以往的觀察太陽任務 都是要全面的一個新的計劃 那是不是中國近年 擺在基礎太陽科技的研究 也有多少資訊 這個一定是 就算我們不是和這個有關 上星期講到諾貝爾獎 講到量子糾纏現象 因為量子糾纏這個現象 可以連結到量子加密系統 中國是放國力去做的 真是出國力去做的 所以甚至某些局部的技術問題 他們有領先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他們真的有高手 而且高手就是私誠於諾貝爾獎得主 現在我們知道 另外在這些太空層面領域 去搜集自己獨家的資訊 中國也會越來越多這些任務 簡單講到的淡科技 我們要回到地面 去到很微觀的地方 微觀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們神經的活動 我們每天都可以清晰地理解到 裡面的機制是怎樣的呢 這裡跳到另一個話題 我們從天空落到地面的東西 這裡就這麼說 因為我一看 這個研究是由加州理工做的 我也知道這件事是流極有限的 應該也挺厲害的 事實上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技術 因為它是將一種天文的技術 原本是做天文觀測的技術 用在人體的神經系統上 來幫我們看到我們的神經系統的神經原訊號傳遞 這件事是很了不起的 他真的在說 我們很清楚自己是有神經訊號傳遞的 也由做神經科學的人很清楚 就是他的機制是怎樣的 以及有什麼神經傳遞物 我們是搞得清楚的 但是我們有沒有試過很有系統的看到 一個神經系統 由發一個神經訊號 怎樣高速地穿過那個神經線 從一個位傳到另一個位呢 原來一直我們不是很正式看到的 我們知道一邊有訊號 發一邊有訊號 收到我們就知道 但是中間連走的過程 我可以逐格看到 原來是沒有試過的 還有為什麼這麼難看呢 原來就是因為這些訊號 基本上是超快的 即是說的是一個電訊的訊號 我就可以說 它不是完全是光速 但是基本上是接近光速的一種速度傳遞 我打個比喻 有些像是你一按燈,燈就馬上亮 其實中間就是有一個 以光速的訊號 光的訊號 這些電的訊號 光速地在這個電路裡面傳遞 即是由我一按按鈕 那一刻基本上 那盞燈光速地就知道要亮燈 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在我們的神經系統 那個神經信道傳遞 都是這種電訊傳遞 那個速度都是這種級數 慢一點 但是也是差不多 所以要看它 我們等於去追著 即是幾乎我會說 追著我們可不可以看到一顆光 如何由一道走到另一道 那種這樣的難度 甚至有些還要超乎這種難度 我們其實也是說 近年才找到一個技術 看到一顆光 真的看到一拋的光 由一個位走到另一個位 即是那種攝影技術 是快到一個地步 可以看到一個光 怎麼走到 是真的說近這十年的事 甚至乎我會說 也真的有了這種速度的攝影機 剛剛這個量子糾纏現象 才變得可能 我會說 往往我們能夠追到光 或者追到一些接近光的信號 我們能夠追著它逐隔 來錄影下來 是一樣很近期的技術 而這個技術 現在由加州理工的這班學者 研究到 就算我們是神經線的信號 我們都能夠看得到 這裏你要想 為何我們會先看到一個光 首先是神經線裡面這麼難看 首先就是神經線裡面的信號 它不是真的很強的光發出來的 我們要想一下 怎樣可以拿到它的信號 讓我們知道它的信號走到哪裏 如果純粹是一個光 一拋的光 由一度走到另一度 它始終自己本身是一件 是一個光 我們還可以想到一些辦法 去追得到 看得到它的信號 如何發出來 去影低它 現在具體上 我只能夠簡單地介紹 這班加州理工的學者 他們可以追著錄影到 在神經線裡面 這些神經電訊的傳遞 而且把它拍下來 由台長現在展示出來的畫面 基本上看到他們展示出來的動畫 你看到上至下有幾行的 好像跑馬仔一樣 也看到裡面有一招紅色的東西 一直這樣橫過 那幾條賽道是什麼呢 其實是對應幾種不同的神經元 你也真的看到這些神經的信號 在不同的神經元裡面走的速度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有快有慢的 但是那種速度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要拍攝它的難度很高 但是我覺得最妙的地方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把它 和這些天文話題放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那套攝影技術 基本上就是用我們去測量 一些天文事件的一些技術 就是用一種叫做乾涉移的技術 其中一種叫做重力波的那種測量技術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乾涉移的技術 放在量度神經元裡 令我們能夠追隨到神經元訊號 如何將它顯像出來 追著它拍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研究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什麼是那個高速攝影 整件事最難把握的地方 現在就是那個電的訊號 在神經那裡傳遞 它不是好像一個光 那樣發著光 有拋光的飛過去 它裡面是一個電的訊號 等於就是說 我按過燈鍵的時候 裡面是有一個電腸的變化 但是這個電腸的變化 不是用光的形式去顯現出來 它裡面是一個電訊的變化 但是它不是一個我們可以 抽出來發光的光 可以大約這樣去理解 我們要去追到這個 在一個不透明的界質裡面 去追到這種電訊的變化 所以這個難的位置在這裡 現在它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它這種干涉技術 其實很多時候是說 如果要我由頭乾涉現象 說到它量度上位的差別 這些東西 我不想說得太過technical 基本上它在用的是 我同時間射兩束光出去 一束光我就拿來做control 讓它經歷過任何古怪的事情 但另外一束光 我就讓它通過一個媒介 它通過這個媒介之後 裡面那個媒介裡面有些什麼 古靈精怪的事情 令到光走快了 走慢了 就由出來的光 就會受到影響 我將那個被測量物的那束光 和那個原本未受過任何干擾的光 拍在一起做比較 但是透過比較出來的差異 來調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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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其中一束光 經歷過煒介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這個干涉技術的精神就是這樣 但具體中,我們如何去做這個差異 原來是透過上位差異干涉現象 先把我那箱擺進去 那麼今次又利用我這一個干涉技術 同時發射兩束光,一束 當然要配置到我要被測量的物體 就是那堆神經系統 具體上它怎樣放進去呢?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 怎樣能夠精確地放進去 來得到我最理想的結果呢? 我自己也不清楚 但是它將這個信號放回來 與原先的光去比較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尤其是當神經信號走到某個位置 基本上它會令到那個神經 由電信變化的位置 它會令到周圍 如果你被光通過 它會給了一些影響出來 留了一個印記在那裡 我們就透過這個由電場 對於我們射進去的那束光 流下來的印記 去嘗試找回 就可以追溯回 這個電場變化信號走到哪裏 其實所謂的攝影技術 就是我們希望捕捉 捕捉一些印記 現在我們就捕捉到那個印記 然後就看到那個印記 如何隨時變化 其實就是一種攝影技術 我們就追到了 所以我們就說 透過利用這種 應用在天文系統的一種這樣的技術 可以高速地把神經元訊號的電信 的變化拍下來 你可以想像到的 有了這種技術 我覺得很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我們多了一種新的工具 去研究神經科學 如果我們能夠繼續追隨到 如果不是只是一條的神經元 是整個神經元網絡 整個動畫怎麼出來 他在這裏收了信號 如何再發出來 如何整個很清楚的影像 去追到出來 我很期待這件事發生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有個信號在這裏出 射進來這神經元 這裏閃了一閃 我們知道這裏有反應 這裏反應就有個信號彈 但是這裏仍然是很粗疏 如果我們真的 如果不是一個神經元 是怎樣去點著 整個神經元網絡的東西 如何反應 哪個先哪個後 哪個信號彈回來 又再彈上來 如果這樣看到 我就會覺得 對於未來神經科學的研究 會有一個非常突破性的 有用的工具 可能這種工具有用的程度 比起我們以往 例如李嘉誠先生 有份投入研發那種基因剪接的技術 我覺得是 差不多級數都不奇怪 很期待 今次加州理工 這裏研究團隊 他們出來的結果 可以用在一個 以後更勁的用途上 令到神經元波學 有一個更新的理程去發展 這是不是技術上 根據這裏講話 跟我們去測量那個聰明波是同一個技術 相似 我剛才說的那種 牽涉到干涉的技術 干涉而的技術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 我不是只打一個信號下去 然後就純粹看回來 是有什麼 我們眼看的就是這麼簡單 有些時候來看反射光 直接分析那個反射光 裡面有什麼 但是它就加多一重比較 就是我彈去反射之後 再跟那個完全未被受任何干擾的 那個入射信號去做比較 它透過比較的差異 所以在數學上 在技術上是更加靈敏 容易地把裡面的變化 去解冊出來 讓我們看得到 我記得在再幾個星期前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說過一種 未來我們應該會出現一種 超小的內窺鏡針頭的技術 它裡面就用到全色圖的技術 但是其實裡面 都不小心用了這套精神的 干涉現象 又是要比較兩組的信號 來由信號的差異來還原 回原本的影像 其實你會發覺 往往這種技術 有這種干涉的技術 是令到我們能夠做那種測量 是更加精準靈敏的 所以你問我就是 在重力波研究 因為需要量度到很敏感的信號 我們要用到干涉而技術 原來在未來一代的內窺鏡 我們都會用到這些技術 現在我去追隨神經源信號 怎樣走怎樣走的技術 都要用到這個干涉而技術 往往就是這些能夠用到 在身體組織上的東西 我會覺得是更加厲害的一個旅程 好 那我們這集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再見 portions 描述 geb 炸